小鈴,你陪我去咖啡室喝一杯飲料吧 很快… 不是吧?你真的看中了昨天的Pierre 他很不行,想騙你而已,回家吧 回家也沒用 我爸爸媽媽只習慣了我大哥 整天問我是否明年畢業 可以出來工作,幫忙加計 不是吧 路是人走出來的,我要繼續讀 就算讀不到大學,讀專科 有一門技術也好 我姐姐說女人一定要財政獨立 就不怕被人欺負 行了,五分鐘而已,去看看吧 Mr.Fong,再見 再見,明天見 不如別喝這些吧 我帶你們去喝點厲害的 你們也不是小朋友,還喝橙汁 咦?你們在這裡嗎? 有空幫我做點事嗎? 順便帶你們去見見一個你們很久沒見的朋友 好啊 小櫻,發生甚麼事? 我隔離重的BB,多性白血病 有生命危險 小櫻,為何你在這裡 這個學期開始不見了你 還以為你移了文 發生甚麼事?BB是誰的 失敗了 坐下來慢慢說 你不是被人欺騙了嗎? 喂,你是全班成績最好的 我們也看好你的 不過,你平時也很少跟我們聊天 發生甚麼事? 我去年認識了一個人 不知為何,喜歡了他 還跟他一起了 以為沒有那麼容易有BB 但經期很久都不理 又不敢說給爸爸媽媽知道 怕嚇壞他們 所以就先等下吧 但等也不理 最後找MISS FONG 跟著看醫生 已經四個月 醫生說BB太大了 我年紀又很小 只有16歲多 最後在這裡生下來 喂,那個男人呢 已經找不到 他連電話也轉購 其實年紀這麼小 生BB是很危險的 媽媽和BB都面對很大的風險 BB會比一般BB 小一點和輕一點 所以無論心、肺的功能 都會較弱 剛才的BB就出現了生命危險 媽媽也是一樣 太年輕就要接受做媽媽的責任 無論身、心 都有很大的承擔 容易出現憂鬱病 影響一生的發育 所以小安、小寧 剛才其實你們都很危險 大家以為都平常而已 但一旦出現問題 迷迷糊糊 你們的一生就全部改變了 那麼多年來 辛辛苦苦 希望爭取的未來 無論事業、愛情、婚姻 都會因為過早懷孕而沒有了 就算將來重新起步 都要多走很多路 都未必可以回原位 無論如何 即使過多一、兩年 在二十歲前懷孕 都屬於過早懷孕 都有很大的風險 一定要懂得避孕 有時要跟爸爸、媽媽商量 也可以問問老師 一定要懂得保護自己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在這裏 如何減少意外懷孕和感染性病的機會等 一些社會服務團體 一直為意外懷孕的少女或年輕爸媽提供支援 萬一發生意外懷孕 請主動尋求支援 了解不同出路的利弊 從而為自己作出最合適的選擇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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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